嗨 大家好 欢迎各位再一次来观看昆特牌的游戏影片 那么今天呢就来玩一玩另一个阵营 就是这个北方领域 对 那么北方领域呢就是 充满了各种指令 然后充能还有争议 就是这三个特点 这一次呢就 我组的 这个牌族呢 这个领袖能力就是这个邪恶皮卡 对 就来看看这个阵营的特色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大家如果要玩 国际服的中文呢 就只能够玩手机 这个搭配 拿卫 轮 还有这个龙之梦 不要换这两个 这个蛮重要的 看看 OK 过以前 这个北方领域是有一套牌族 玩的就是一个吸血鬼 那个吸血鬼呢 能力就是 在 本回合造成的伤害呢 如果你打出 那个吸血鬼的话呢 就会成为它的争议 以前就是搭配这个邪恶皮卡嘛 就直接造成八点伤害 那么这个八点伤害呢 也会成为那个吸血鬼的八点争议 不过现在这个吸血鬼的卡牌就已经改了 就变成什么流血两回合 我就觉得变得超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这 列阵吧 好 我觉得打第三回合比较好 北方领域可能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布局吧 而且它的一些卡牌都要互相搭配 哇对面有需要下那么重本吗 这真的是 都只是一些 比较 比较 没有那么厉害的牌 真的是 真的是 看了 它出一些 不要 除了这张也蛮不错的 消耗它多一点的这个 蛮不错的 这张的 要不要跟下去吧 看一看 有了這裡 可以 放了繼續吧 這邊好像是玩這個 船 還是得要出牌啊 他用的這個 賣酒 還是要出一張牌 OK 就這吧 不過對面好像沒有玩什麼爭議了 帶了這個傑洛特牙登法院 好像並沒有太大的用處 看來還是先帶著吧 這什麼牌 這什麼牌 對銅牌 對銅牌 還打算打這一 這一局耶 對 就這樣 還是放了吧 好 把它用完比較好 我怕他下一局就會放棄 應該是說不是放棄 他應該會繼續跟了 對銅牌 還竟然帶那個什麼 吹鬼最高 真的噁心啊 對銅牌 不知道我的 傑洛特牙登法院可以用 還真的有 可以用你的牙登法院 算了 把這張打出來吧 對面可能應該要和我打下去 還是直接出這張龍之夢 對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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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可以啊 那我也給你 反正我有帶了雅登法印 不怕 算了把他這玩牌也逼出來吧 哇他竟然不用欸 牌雅登法印就是厲害 老實說我覺得龍之夢不用出吧 有點浪費了 不過 直接出雅登法印應該就可以讓他收手了 哇 這樣啊 哎 不錯 不對耶 對上這個野豬衝鋒沒有用耶 這個護盾 我的天啊 換來先出這個 叫我射誰 算了還是 還是得要面對 算了還是得要面對 這個 這個 當然不會浪費啊 直接 死一個友軍他會獲得4點爭議 我覺得他有那個 我覺得他有那個 出為9點的耶 我覺得他有那個 分散投資 分散投資嗎 算了我覺得分散投資吧 算了我覺得分散投資吧 對 剛好他打到這個 然後再用 OK 剛好他快2點 就不用到9 可以 可以 不用怕他那個9點的結露特 果然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他會有這張 他還帶了兩張來摧毀最高 這個高戰力的牌 一個是最高傷害 一個是9點 OK 給大家看一看這個 北方領域的配置吧 OK 那麼如果你喜歡這一次的 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讚 覺得這個頻道還不錯的話呢 按個訂閱 支持一下 有什麼意見或看法的話呢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OK 那我們下一次的這個 昆特牌 的遊戲影片再見 各位拜拜 我覺得 我們 sake 看一下 我們的影片 謝謝 我們說